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了泰国菜 除了料好价格实在 它还会善用台湾当内食材入菜 像这道红咖哩 以金山有名的两种地瓜 取代红萝卜 马铃薯 口感层次更加提升 一是好看 二是它两种口感都很好 它比较甜 比较棉 然后稍微闷一下 让肉它入味 我小六毕业 就开始洗碗 鲨鱼 洗菜的那种 就是帮忙厨房 就慢慢学习 后来就这样 到曼谷去变念书 变 变念书 变做打工 因缘际会有台湾参与业者 邀请他来台工作 刚巧他一直想出国发展 因此即使一句中文也不会说 阿明师没多犹豫 立刻飞来台湾 刚开始真的不太习惯 因为我一中文 一二三四什么都听不懂 待了大概两个礼拜吧 给老板讲说我不要做 因为我听不懂 我没有办法沟通 金山餐厅开业三年多 阿明师高知名度 加上东西物美价廉 疫情爆发前高棚满座是常态 甚至用餐时间前两个小时 已开始排队 人生精华岁月都献给台湾 阿明师说 说继续做好吃料理给台湾人吃 他还希望能在台湾和家人创造 更多美好的人生印记